不会忘记这个时间段的 而这个石宗呢 就是根据正前方的这个教学楼 当时高二三班所掉下来的 这个石宗的这个原型给他雕刻的 而这个汉白玉的这个石刻 它所破损的这个程度 也是当时从高二三班墙上 所掉下来的这个石宗 所破损的一个形象给他还原的 那大家看一下 在左手房就刚刚有一个巨石墙 这个巨石墙呢 是以这个浮雕和这个蚊子所组成的 而这个浮雕它所呈现出来的一个形象呢 就是当时救援官兵和一些医护人员 在救援我们当地的老百姓的一个景象 通过这个浮雕呢 呈现了出来 而这个上方的蚊子呢 就是对当时汶川大地震的一个情况的一个描述 这就是对那种天然的理好 但是他们应该是因为 他们应该是这样的 我觉得已经是这样的 所以我已经已经担心了 但是我现在一届 在这上方 不是不是 就是说 我现在就是 是啊 我首先 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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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